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關心藻礁存煌的夥伴們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來開第113次的 搶救大團藻礁行動聯盟的記者會 今天主要是因為環保署要審 東平8號在今年3月28號發生的擱淺事件 造成藻礁嚴重的損傷 然後柴山東北孔珊瑚也有消失 也有破碎的這個嚴重的 一級保育力的動物被破壞的問題 那這個因應對次我們在網路上抓下來之後 我們發現到非常嚴重 因為海保署的資料 竟然只是一個調查室的報告 而沒有把真正我們和他一起匯刊 所發現到的一些傷害寫到上頭 所以中油就用這一份報告呢 來說他們是沒有發生 罪責的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非常遺憾 雖然中油呢自己承認 他們在這一次的擱淺事件中呢 造成了0.58公頃的藻礁的破壞 那他就是一句話叫做抱歉 如果破壞成這個樣子 抱歉過了之後 那海保署你是主管機關 保育的主管機關 你是不是應該要要求他們負責任 而且過去環評裡面就直接寫說 如果有對藻礁造成傷害 他們要停工 結果現在呢 海保署也不要求他們停工 也沒有任何的罰則 那接下來有關於一級保育的柴山都被恐珊瑚 4月9號和5月8號現刊 我們都在現場 我們也把這些照片傳給了他們 但是沒有看他們在這一次的報告裡面 把它記錄出來 也沒有任何要追究的意願 所以中油就借用他們這個報告 強調他們 他這裡寫說 並未有 並未有跡象顯示 有保育類柴山多杯孔珊瑚 受到東平8號事件影響而損毀 故無責任隸屬之 一例 我們看到這一份資料之後 我們的感覺就是關關相互 那為什麼會關關相互呢 我說這個就是因為這個案子是政治決定之下的結果 如果是政治決定 下面的人都有五斗米折腰的問題 那通通通都會是一言堂 所以我們國家所有的環境被糟蹋 疫情保育類的動物呢 被破壞 也都成為沒有罪責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呢 來到環保署 我們等一下要進去 跟委員們報告 請他們關心一下我們台灣的環境 不要讓這些政治決定破壞了我們的未來 破壞了我們子孫將來的幸福 那首先我請我們 滿野新竹生態協會長期為藻礁付出的專職律師蔡雅瑩 來發表她的看法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根據中原她這次的資料 其實在今年6月7月跟8月 中原都曾經將工作船拖到台北港去避難或去躲颱風 那我們覺得其實蠻荒謬的 大家都知道大潭海域的海向條件非常的差 光今年還沒有過完 今年現在才9月就已經三次跑到台北港去避難 那我們真的強烈的認為 選址在這個地方是非常有問題的 希望早日牽職到更安全的地方 那尤其其實中油三街 它現在所使用的城鄉 是在台北港先做好 那過去然後再拖到大潭來投放 那在上禮拜 他們其實也有個廢棄土的一個環平的變更 他們將來廢棄土也是要運到 用卡車運到台北港去填海 那我們認為颱風天要躲到台北港 城鄉要從台北港拖過來 廢棄土還要運到台北港 這麼迂迴曲折 為什麼不好好重新評估 是不是乾脆就蓋在台北港 不要這樣繞了一大圈來破壞這裡的生態 那第二個部分 其實在107年10月8號 那個環差的最後一次環平大會的時候 當時環平委員是有強烈的質疑說 這個開發案並沒有針對 柴山多貝孔珊瑚的生殖特性 來提供完整的資料 我們都知道柴山多貝孔珊瑚是保育類的動物 事實上它的延續是面臨到危機的 而我們在根本不了解它的生殖特性的狀況下 就隨便地摧毀了它最重要的一個棲地 那中油在這次的因應對策裡面 他已經規劃要花三年的時間 來進行柴山多貝孔珊瑚的有性生殖 生長室內培養及無性繁殖的研究 也就是終於到109年的時候 他終於要做他在環平通過之前 107年環平通過之前 還沒有做的生殖的調查 那我們認為他在這三年的研究還沒有釐清之前 這個地方應該要先停下來 不應該繼續破壞 在你還沒有搞清楚 他們是怎麼生長 什麼環植的狀況下 不應該先把他們最重要的棲地破壞掉 那第三點 中油先前答覆陳昭華委員的 有關三間何時會完成的回應裡 中油說是114年也就2025年的12月底會完成 那這樣的工程時間顯然是趕不上大潭電廠 未來的三部機組 就是111年、112年跟113年 大潭電廠新的機組的用氣需求 那在上禮拜陳昭華委員所主辦的一個工廳會裡面 事實上中油也有講 他們也承認是趕不上這樣的時程 他們說那在完成之前他們會用調度的方式 就是說 事實上這有點符合趙家瑋 博士和研究員他所建議的 就是說其實目前的電力是夠用的 可以在大潭電廠先考慮簽指 然後呢 大潭 中油三接考慮 中油三接簽指 然後大潭電廠 在之前先不要滿載發電 事實上中油自己也承認到時候 會用調度的大潭電廠 事實上是可以不要完全全部都滿載發電 那我們認為既然你時程上也趕不上2025 那你為什麼不乾脆趕快去簽指 不要蓋在這個生態敏感環境又很惡劣的地方 謝謝 好 謝謝楊恩律師 那這個案子呢 我們覺得有很多疑點 這眾多疑點的原因 都是因為這是一個政治決定下的開發案 所以我們雖然知道這個要成功很困難 但是在這些疑點沒有弄清楚之前 我們會繼續的奮戰下去 那我也跟大家要預告 這個禮拜六是內聽證會 也就是農委會主導 但是呢 卻是開發單位和我們之間呢 要辦理一場內聽證會 本來聽證會是有法定效益的 但是呢 因為農委會不是主管機關 他只能幫這個忙 所以他說要用內聽證會 也就是過去很多的會議呢 我們都是私底下召開 這一次他會開放媒體採訪 那這是一次很重要的攻防 我們會把我們所有認為的疑點都提出來 那開發單位也要針對疑點呢 來回覆 最後會由主席來把爭點 把它整個具體的 把它搜羅出來 然後公佈於社會 那歡迎大家來採訪 那今天我們也很難得 很久來到 沒有來到環保署前面開記者會 我們在地的 桃園海岸生態保育協會的理事長 葉斯貴先生 他也帶著他的羅來 很久沒有聽到羅聲了 我們再來聽一下 我們要來這裡呼籲 我們的專案小組的委員 好好地審這個案子 謝謝葉理事長 那接下來我請 滿野新族生態協會的理事長 也是我們的 議會律師 陳憲政 陳理事長 好 謝謝潘老師 謝謝美女記者 其實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我必須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就是中游 他其實一直在說謊 如果大家還記著 在3月28號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就跳出來跟我們說 在觀塘沒有任何的藻礁遭受到破壞 結果 還有會去調查之後 還有會跟他說是0.58公頃 他馬上就改口說 對就是0.58公頃 這凸顯了什麼事情 中游他一直想要回避這件事情 他也沒有去認真的做調查 他只想要去做掩蓋 那其實在事發之後 陳昭文老師 他針對藻礁 以及這個裁判都被有受損的狀況 其實他就有去做限定的調查 又發表文章在媒體記者上面 他有提到 有中游在2018年自己標示的 財產多被孔山湖的基座 完全被刨除 山湖是死亡 另外 在另外一個點 也有拍攝到 山湖的群體是破損的 山湖是被切開的 有關這兩點 都是中游自己標示的地點 當天潘老師 我以及楊一律師 我們在現場都有看到 可是還有會針對這一點 他完全沒有說明 那中游他只是告訴我們 他其實他也沒有去做任何的調查 他只是說 海保署在109年5月的限定調查 已經確認 柴山多被孔山湖 沒有跡象顯示受到毀損 換句話說 中游現在要拿海保署來背書 那我們就要呼籲海保署 今天中游找你來背書 你就要順著他的意思嗎 那學者這些照片 你不出來說明嗎 你是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標準 來做認定 而且我們也很遺憾 中游今天在他自己的 這個報告書裡面 他其實提到好多點 針對藻礁的調查 他說 因為他的生長機制 他不清楚 所以呢 他還要再研究 那針對柴山多被孔山湖的調查 他一樣 他說他的生長機制 他也是不清楚 還需要調查 所以他投入很多很多的經費 那大家應該有一個疑問啊 如果你什麼都不清楚 那為什麼你可以開始破壞他 如果你什麼都不清楚 你要怎麼保育他 我覺得這整個都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整個都是本末導致 中游就是一意孤行 他完全沒有在考慮生態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必須要再呼籲一件事情 這件因應對色到目前為止 從釋放到現在都已經半年了 中游沒有受到任何的懲處 還有會真的要出來說明一下 真的一級保育類沒有受到任何的干擾嗎 沒有受到任何的騷擾嗎 他的定義到底是怎麼定義的 為什麼我們的保育機關 我們的這個主管機關 他可以互含到這種程度 我們甚至都已經懷疑 這個是不是已經有獨立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 中游他在因應對策 還沒有出爐之前 他應該就要有自知之明 既然你什麼都不知道 那你就應該要立即停工 你要等到調查清楚了 你才可以開始施工 不然這些因應對色的提出有什麼意義 我們認為這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陳理事長 那在這次的因應對色報告裡面呢 我們也發現到一個很荒唐的現象 就是 蔡雅英律師有提出說 有關於公安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這次回覆我們說 這次呢 我們發現到距離他們 除草最近的工廠是700公尺 這次講是700公尺 在這個上面 這是這次的因應對策裡面的 可是到今年3月 他回覆給陳嘉華立委 說最近的社區呢 約在2公里以上 這麼大的差別 一個除草如果它的內容物外洩 可能會造成非常嚴重的爆炸問題 它對於社區距離的認知 可以從2公里到變成700公尺 那請問它的安全問題要怎麼維護呢 如果這700公尺附近的工廠 就是有毒性化學物的工廠 那它又有通知這些工廠 去做相關的因應措施嗎 如果沒有這個開發案 是多麼的讓人恐懼驚悚的開發案 我就說 這個開發案背後是政治決定 所以下面的專業通通都被清建 我們的政府用這種方式來進行開發 要損害我們多少的未來子孫的權益 包括制度 包括專業的踐踏 所以我們今天會在環保署裡面 跟委員們報告這些事情 希望他們用專業審查 希望他們今天可以要求中油 三接直接停工 不停工 這個開發案下去 也對這些專業的委員 他們的專業有非常重大的損害 我們最後來喊個口號 就是關關相互 專業審查 三接停工 三接停工 專業審查 專業審查 三接停工 三接停工 好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謝謝關心藻礁的夥伴們 如果有需要專訪 可以直接聯繫 是 下級則 下級